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要 我不要 那么胖了就知道吃 胖子不准吃呀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了 接住啊 五花肉 晚上有肉吃 做黄烧肉好不好 可以 那回家去 大家好 我是邱子 我们家有很久没吃红烧肉了 今天我哥去赶齐回来 带了一点五花肉回来 今天晚上我们做红烧肉吃 现在先把肉切一下 我最喜欢吃红烧肉了 但是我哥老师说我很胖 叫我少吃一点 这水开了 我们先把五花肉倒进去炒一下水 那个五花肉还在上面炒水 趁这个时间我下来挖一点野草 就是这种草的根 这个根黑色的 我这么几根差不多了 回家去肉应该煮的差不多了 这肉已经炒好水了 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 待会就炒糖 给这红烧肉上色 然后把它煮一下 放入刚才我们挖的那个草根 我们现在开始炒糖 我们炒到这个糖 开始有点猫泡泡 我们就可以倒入进去了 要不然就糊了 糊了就会哭 吃进去了 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肉的颜色可以全照亮 把肉上色以后 我们就把水倒入去了 然后加了一个香味果 换点味道 再一些芭蕉 来点盐 这样就放了点香叶 这是我们刚才挖的草根 现在把它放进去一起煮 这个草根是不吃的 是放来品味 把盖上锅盖 慢慢煮吧 我们现在把这个叶子捞起来 姜生生的红烧肉 对于我这种喜欢吃肉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巨大的诱惑 差不多了可以吃多了 迫不及待的想尝一下 好好吃啊 好烫 咬到八角了 香喷喷的红烧肉 非常好吃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 下期见 好烫 下期见 下期见